来看看新闻榜 我们节目就请到了 我们狗狗冲冲冲 特别的一些主人 还有他们的狗狗们 一起来献身说法 首先我们来欢迎 大厂的各位嘉宾 我们认识第一位 周涛也是我们狗狗冲冲冲的主持人 欢迎你 欢迎周涛 我是花季主持人 你好 海布老师 你好 第二位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福文小是我们的美女主持 谢谢你 福文小师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认识的 就是我们的愤怒主播 现在已经不愤怒了 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话题 认识一下万峰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下面一位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也是美女 这是资深的媒体人 志玲 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志玲是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评论员 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的是Tony 也是我们狗狗冲冲冲的 这个训狗员 欢迎你 男伟老师好 大家好 在狗狗冲冲的节目中呢 我们发现很多狗狗有特殊的技能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他们除了愉悦我们之外 很多时候他们有特殊的功能 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比如说有导盲犬 搜救犬 击毒犬 对 还有探测生命的 很多 很多种功能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一条狗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它也是一条英雄犬 让我们掌声有请周文宇和他的狗狗多多 有请 欢迎两位 周文宇今年50岁了 他与狗狗之间 已经结下了将近50年的缘分 而多多在11年前走进了他的生活 我从小就喜欢狗 多多是我养的第13条狗 可能是养到最后一条狗了 也是最聪明最乖的 我最喜爱的一条狗狗 虽然多多在狗狗冲冲冲的舞台上 因为年龄较大 没有很好的表现 但他曾参与过汶川地震的搜救工作 是一只真正的英雄犬 而多多是如何从一只宠物犬 成为英勇的工作犬呢 这条狗是一条非常特殊的狗 对 不仅仅像我们平时是喜欢养狗 然后把它当作宠物 它其实是一条英雄狗 夸奖 因为我刚才看的短片里面 很多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情 要请他们来帮忙 这样一条狗 能身处那样的一个险境 在当时人都会惊慌失措的情况下 它能够稳定地来实施自己的工作状态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条狗 它是您养的第一条狗吗 不 第十三条 最后一条了 这条狗是我女儿在03年的时候领来的 04年的时候半年不到 我女儿出国进修了一段时间 那么只能由我把它接下来 这个狗非常忠诚 它只能一个第一组人 就对于谁最新对我女儿 结果它走了以后 有一段时间 它对我爱你不理人 大概半年以后 它认我了 我的感情非常深 走东走西 它都更人 就一步也不理你 这狗很黏人的 正当周文玉 跟多多建立起深厚感情的时候 一次意外 不得不让它和多多分开 作为一只家养的拉不拉多犬 多多意外成为了一只 专业的搜救犬 从此 多多走上了一条 优秀搜救犬的道路 怎么就能一下子就变成了 这一条宠物犬 就变成了搜救犬 06年的时候 我的家庭突然发生了变故 我妻子重病住院 忙到后面我自己也累倒了 也住院了 这个时候没办法 也一直想着 她就把它放在宠物店寄养 寄养了两个月 后来我女儿去一看的话呢 她有点忧郁 那么回来就跟我说 那怎么办 那我说你实在不行 我们只能请求领养了 我女儿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 希望有一个爱心人 此来抚养 结果她很幸运 她遇上了一位 很有养口经验的 这个日中做社会公益的 一个野外救生教练 叫袁毅 她很热意把多多带走 随后她带着他 斩掌归地 一直对多多进行 专业的这个3D训练 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 她有与众不同的天赋 怎么发现的 有一次她带团队去旅游的时候 在山中一路9小时 出不来了 好的带着多多 还好带着多多 对 9小时以后 她把那种原路 领回了这个地 就带出来了 就发现她的性格 确实是非常的灵敏 第二个呢 就发现她胆量非常大 她有一个幸运的项目 叫做悬崖树降 别的狗上去早就发抖了 她上去会看风景 这儿八景训练的狗 都吓得屎尿横流了 人家呢还看风景 说明就天赋了 在平时的工作中 多多体现了 拉布拉多搜救犬的勇敢机制 并且在2008年 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 在汶川 由于表现优异 多多也被很多人 尊称为英雄犬 她怎么就会 到汶川大地震那边去了呢 当时 袁毅她是作为一个志愿者 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还带了两个她的学生 辞掉了工作 第三天就赶到汶川去了 在这之前她跟我说 她说我如果需要多多 你能不能把它借给我 我说行 我立马就答应了 她也遭遇过几次危险 一次的话 一些的泥石炉下来 离他们大概只有五六百米 还有那个震天动地的那个余震 她经历到四十 而且她也没有位置 她跟着 她每次都是跑在最前面的 那个当时去了六辆景泉 在那个山地上爬 全部爬的雪都是的 后来吃退了 爬不动了 她没事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一直在山上跑惯了 因为她的户外 这个训练时间比较长 她倒没事 让您最担心的一件事 最担心的 有 有几件的 一个是有一块大石头 据说飞下来 大概有几十分钟 几十吨的 几十吨的 那没办法防弹 就走过去的时候 等他们刚刚走过去 轰然倒弹 那如果砸进去 那就完了 还有那个燕赛湖过的时候 那个枣子一样的 它都陷进去了 而且在枣子地里边 它受了伤 这个左腿受了伤 但是她情商不加火星 她还继续跟着走的 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第十六天的时候 这个袁教练跟我说 他们要准备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因为当地的交通 没有办法 是用军营直升飞机 把他们送出来的 那么我听了很高兴 我就做好准备 迎接他回家了 凯旋 结果 晚上在新闻里面听见 那辆军营直升飞机 十四了 后来我才知道 把他们送回成都的时候 再飞回另外一个航次的时候 十四了 所以他差点回不来 结果到第十八天的时候 他早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今天回来 我算了一下时间 晚上七点钟 大概飞机到了 我就自己开车去计程接他 等到十一点多 总算把他等出来了 当我把车们一开 我叫了一声 多多的手下大雨腰 他突然之间看到我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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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飞样地穿过来 他穿过鞋下碰到我的身上 就是雨中大荣宝 浑身湿漉漉的 那时候很激动 看到他能够回来的话 真是 太前代多多了 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那么无畏 又那么强大 然后有别人不能急的这种技能 其实我带他参与了很多公益的活动 比如说给自闭症的孩子进行互动 有些企业的什么嘉年华 我也带他去展览进行表演 还有搞点资助 赞到的钱全部捐款 就是我带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做了很多很多 还能帮助人进行这个心理建设 而且还跟你之间有这么深的感情 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 什么叫狗是人类的朋友 说多到了九岁 十岁的时候是明显的下降 以前上山五公里 跟着摩托车跑二十分钟 丢球训练开始是一百多下 丢得很远把它叼回来 到后来是慢慢慢慢递解 他到最后跟你调皮了 像现在这种状况 有个七八下以后 他把球就掉了不肯过来 你现在不能抢救他 他的年纪老了 你跟这次他没有进入决赛 我也没有抢救 多多来 多抢 多抢 来 上来 你以前不是很勇敢的吗 都木桥都能过 过来 曾经威风凛凛的 做过那么多英雄业绩的他 现在大部分时间 其实就是静静地躺在那 真是让我感觉到 其实英雄就像美人一样 是不能见白头的 那么到英雄拭目的时间 我们应该怎样地善待他 我们这位先生会像自己孩子一样 一直陪伴他 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很多 我们的工作犬 比如说警犬 其实我们助疗犬看得比较少 那这些是为那些孩子 我觉得尤其是自闭症那种孩子 可能效果会特别好 他跟人的交流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他会跟狗会有一种 不好意思 因为 大家可能看过去 导盲犬小Q 还有我和狗狗十个约定 对对对 都是说功能犬和我们人类之间的 这种故事 人人说人和人之间会有这种感动 没想到人和动物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感动 因为平时一直都在做这些家庭的这些宠物犬训练 那跟工作犬其实接触的很少 但是其实我能够想象就是那些服役的军犬和精犬 本来他们就是狗里面的精英 他们为了完成很多不应该让狗去完成的任务 必须硬着头皮上 那对于以后呢 我觉得Tony这个话题可能又是涉及到我们的盲点了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特殊的训狗人士 他就刚才Tony说那些训练军用狗 或者是特殊狗的一个训练师 掌声有请波波和他的伙伴 是一个美女 欢迎波波 波波本名陈波 刑警803警犬训练员 也是中国首批女训练之人 快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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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勃外形亮丽 却终日与大型犬一起生活 那么有着12年警犬训练经验的波波来到现场 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工作犬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般一条这样的能够到第一线去执行任务的警犬需要训练多长时间 要花的时间最起码要在两三年 这是一个初七的时间 而且这个当中是不是还会出现淘汰的情况 对会有会有 因为我们训练到一半发觉有些狗的它的特质一些心理状况并不能达到我们的一些要求会有一个淘汰机制 在您训练了那么多那个特殊功能的狗里面啊 他们执行过的一些任务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们警犬队其实狗分很多专业 有搜报的 击毒的 还有行政类的搜捕 搜血 搜尸 追踪 然后是鉴别 我的狗就是鉴别和追踪的 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我亲身经历 当然我是一个反面教材啊 我从国外回到上海的时候呢 我带了一点水果回来 然后呢想让家人尝尝鲜 我放在了行李箱里面 然后呢就看到了一条狗 就把它放在那个行李上面 它就一个个跳一个跳 结果它站在我的行李箱上 那你是碰到了那个机场分局那边的简易狗吧 跟你们不是一类的是吧 它们其实也是属于工作权的一种 但是它们的任务就去行李箱里边搜取这些禁止带的一些东西 那像您刚刚说这个呢 搜爆犬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现在比较大的一块呢 是在轨道这一边 它就是在轨道交通这里去发现一些易燃物品 波波这条狗现在执行过哪些任务 我今天带的一条呢是行侦犬 它的主要任务是追踪和鉴别 是为侦破案件服务的 我看你好像参加过这个世博会等等是不是 对我其实我还有另外一条狗是拉布拉多 它是搜爆犬 它跟我的时间更长 它参加了奥运会世博会和每年的两会的安检 我们的犬是严格分专业的 简单来说吧 我们搜爆的犬不可能让它去基督 基督的犬不可能让它去搞行政 我们的多多已经11岁了 我想每一条狗都会面临到它有一个最佳工作时间 和它要面临它老去的一个时间 咱们专业的警犬 大约它的黄金年龄是几岁到几岁 其实呢 在狗8岁到10岁左右呢 它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已退化了 无论从它的听力啊 还有灵灵程度和耐力都是下降很多 所以呢我们的警犬到一定的程度也有一个淘汰机制 我们想从现场的观众来 请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是什么 好 请这位观众 我想多多是一只非常好的狗 它也很值得我们尊敬 像这些工作犬 在它们退役之后 不能工作的时候 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 与人们足够的照顾呢 在这里呢 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基地 是专门给这些退役的狗养老的 不光是这些养老的狗 还有其中一些生病的狗 不适合在岗位上的狗也放到那边去 它如果退役的话 我不能够领养吗 现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牵涉到这样一个制度 因为在我们国家来说 这些警犬啊 是我们的配备的 应该说是一种武器 不能是随意到民间去的 它们也都是有编号 对 有编制 有身份的 因为它们有耳号 每一条狗都有它的一个记录一个档案 它是不可以到民间来进行收养的 对对 现在还是没有 在基地里的话 它也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呀 对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工作 不可能每天就带着它们 其实呢 我现在另一条老狗 拉布拉多 它已经12岁了 它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退役的年龄 但是说实话 我心里很舍不得 就因为这样 我特地申请了 把这条狗留在我身边 我宁愿每天花多一点时间 去带它晒一下太阳 散散步 这样对它的身心更好一些 好意思 因为狗那么长时间和一个主人在一起 但离开的话 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它会心里有障碍 会有抑郁症的 狗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 而我们却回报的太少 非常想建议 我们在场的观众 我们虽然不能给它们更多的什么 可不可以给 所有的这些狗狗 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然后送狗狗一个礼物可以 送一个礼物 对 周老爺 你好 周老爺 我今天在见面 很感动 然后今天 美少女暂时在这边 美少女配英雄 所以给狗狗英雄 带一个金雄奖牌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来英雄狗狗 多多来 多多 你不要不好意思 好 很棒 好 多多 这里 这里 多多的搜救犬经历 和波波的训犬故事 向大家证明了 狗狗不仅仅是玩伴 它们也可以为人类做出贡献 而下一位出场的狗狗 和它的主人 又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呢 在我们的狗狗冲冲 节目当中呢 我们认识了许多可爱的小狗 还有很多爱狗人士 也讲述了一段段 感人至深的故事 而在我心目当中啊 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 就是那些身有残疾 但是仍然勇敢地 走上了赛道的 这些狗狗们 让我们再来 有请古翼和他的狗狗们 我叫古翼 是一个普通的幼儿园老师 我是从02年开始做救助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 大概11年 在11年的救助生涯中 补义全新经营了一个流浪犬救助站 收养了一百多条被遗弃的流浪狗 对于这些狗狗 补义有一个简单的愿望 我希望我基地里面的狗 不管是有没有品种 不管是年老或者年纪小的 最终都能够回归到领养家庭里面 去幸福的生活 而不是单单只是把自己的余生 都是在基地里面活着 今天补义 带着来福和琪琪 一起来到狗狗冲冲冲 特别节目 和我们一起聊聊 流浪犬救助 背后的故事 我们一起坐下来吧 这是博弈的两条 特别怎么讲 命运多揣的两条狗 对 它这个支架 是因为它的后脚的问题吗 还是 对 它是腰椎造成了后脂的瘫痪 所以就必须要有轮移 我特别想了解 就是像这样的一条狗 是怎么会出现在 你的生活当中的 因为我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这条狗在头上 我给它拍张照片的话 是多漂亮一条狗 看到后面的话 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 这样这样的一个场景 琪琪原来是我们有 那个朋友坐在一个 那个高架桥 那个斧桥 那边有一只狗 遗弃在路边 除了头部能够动以外 全身都不可以动 四肢都是不可以动的 那么属于一种重瘫 那当时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我们有朋友赶过去了 我们想把它救助下来 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绝望的眼神 它可能无法 就是说想象主人会把它丢弃掉 看见它的第一个感觉 大家都忍不住掉眼泪 因为琪琪是我们见到的 应该讲是离死亡最近的狗 大家齐心协力嘛 就是把它送到了医院 我们不确定它能不能活下去 但是我们很坚定的要救它 给它一次生的机会 我们当时就跟医生这样讲 你反正能治就治 反正有什么方法都给它用上 给它三个月的时间 看它能不能够靠自己的毅力 和医生的帮助下能够活下来 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他给医生的感觉是他想活 因为当时可能因为病重的关系 所以当看到它那个 看到食物狗粮和零食的时候 它的眼睛是有生命的那个光彩 还是热吃的 对对对 它很贪吃 那我们觉得愿意吃的狗 它肯定是想要自己活下去 它有生存的欲望 对对 它有欲望 那我看到这个琪琪的时候 一看着之后 它这是很严重的一种 就是外伤也好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下去 我觉得离开你们 它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看到这个来伏在你身上 我觉得它好安逸 非常舒服 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它的表现 它也很积极 对 它身上应该没有什么样明显的 就像它这么严重的创伤吧 来伏可以从外观来讲的话 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一条健康的狗 对看不出来 但是来伏曾经四条腿都定过 钢钉和钢板 四条腿 对 这筋呢就是这条右前腿 钢板和钢钉会留在它体内一辈子 你知道它是怎么样 那个当时是断掉的吗 当时从医生从那个救助的情况下看 它跟我们说是用力气 剁断的四条腿 剁断的 天哪 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一种 对 我觉得正常的很多小狗 很多人在养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想到让它们来参赞 比如说我自己也有养狗 我觉得让它们就在家里瞎混混就好了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主人可以决定狗的命运 杰姆你觉得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它们好像一个 像一个棍儿院一样 然后棍儿院里派出了一个 代表 代表 来参加比赛 为什么你会让来福来参加狗狗冲冲冲的比赛 来福当时救助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跟奇迹一样 当狗受到人类的伤害以后 它是非常非常绝望的 那么我们当时就想着 它能够接回这四条腿 能够基本维持自己的生活 能够自理就OK了 但是呢 来福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它从防备心理特别重 然后不愿意亲近人 或者是非常警觉这种状态 慢慢地变得非常的外向和活泼 然后它的运动系统也非常的发达 我们基地里面那么多狗 就它一个会开笼子 会爬围栏 就想着让它走上狗冲冲冲的舞台 也能够帮我们基地的 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孩子 跳个广告 能够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来领养 踏到目的了吗 爱心人士还是很多 但是就像我之前讲的 可能大家在领养的时候 都希望领养一只 自己梦想中的狗狗 它要有漂亮的外表 然后最好是有一点名贵的血统 最好它还是聪明健康可爱的 但是基地里面的狗狗 有一大半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那我知道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 除了狗狗之外 你也有你个人的生活 也有家人 我们接下来请上你的先生 来聊一聊你们这个特殊的爱狗之路 好不好 我们欢迎 你好来请坐 虽然是夫妻二人 但是我想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你是挺身而出 愿意和他一起共同面对呢 还是你有时候觉得 这个对你来说也是挺有压力的一件事 应该说有点压力吧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反对的 别说它救助过来 一开始养狗我都会反对 为了养这条狗我们两个人曾经吵架闹分手 他跟我说 你这么喜欢他 那你去养狗我们就分手吧 但是我能够想到一点 就是当时养宠物狗 小竹都那么困难啊 如果补义说开始收养流浪狗 我估计你是坚决反对吧 一开始是反对的 什么时候开始收养第一只流浪狗啊 当时是找了个小的基地 02年的时候 02年 我们刚刚成亲嘛 刚刚成亲就收了个流浪狗 因为我觉得我有地方 我觉得补义实在是太过分了 也就是说你开始 谈朋友的时候 就让他必须要接受养宠物的这个事实 他其实喜欢狗 他只是没有养过 他觉得养一只狗的话 要付出太多的责任 但是你让他在婚后接受流浪狗 一个男人呀 要有责任感嘛 一定要在养狗身上体现出责任感 那我喜欢狗 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喜欢狗 然后我觉得 他也通过养狗的时候 慢慢的责任感越来越强 所以现在 应该讲对女儿啊 对家庭啊 我觉得比一般的男士要好得多 咱们说的现实一点好了 就是其实养狗呢 这个事呢 如果你要是在能力范围之内 一条两条 我觉得还能可控 一条是比较好 两条以上稍微就是政策上啊 空间上啊 其实都是有难度的 另外还有就是费用上 如果有的人还爱给狗什么 洗个澡啊 修个毛啊 什么一次一两百的这种的 你像你一百 一百五十八条狗 这得多少钱一天啊 其实我没有具体的去算过 我在他们身上付出了多少的金钱 因为对于我来说 可能金钱已经是不是最重要的 那小朱先生对您来说呢 我们是基本上是分开的 经济上 他用他的 然后适当的 我是稍微美国赞助一点 然后家里的 包括女儿的开销啊 念书的东西 家里的都是我来 你来维持家 他来维持狗 对 因为 你再补贴一点 我其实一般 我很少伸手跟他拿钱 最多的时候打了七份工 来维持这个基地的正常开销 我会想方设法的 以我自己的能力 去保证他们的利用开销 但是 因为搬迁过几回 每一次搬迁都要花费很多很多的钱 当经济接不上的时候 我会从他那里挖一点 从02年到现在 可以讲 怎么来形容 我现在开的是一辆泥桑 如果说这11年 我不是投入在他们身上的话 我们家可能是别墅和宝马 小猪你一点都没有反对吗 最激烈的反对在什么时候 有过吗 有过的 就是女儿刚刚生出几个月 还是母炉未养的时候 三点多因为装修什么的 他也看着 到三点三点的时候 小孩我女儿一直在哭 然后一开始 没人喂奶是吧 没人喂奶了 男朋友他又一开始不大爱吃 这个时候是最恼火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在问 说过来 他问我 你是女儿重要 还是狗狗重要 狗狗重要 然后我说 这两者对我来说 都是同样重要 我会在今后的救助过程当中 力争去做到这两者的平衡吧 所以我寅愿每天都很累 但是 还是花很多时间 现在来讲 对我女儿应该讲 还是会花很多时间 这不是累能够说一个字就能够 我每天基本上就睡四到五个小时吧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为善的一面 我们讲的 但是我觉得 在我想法当中就是 生命都是平等的 对 不是说你要去救人 或者是救动物 哪个来的更重要 也有很多人质疑过我 他说你有这么多的钱 你为什么不去救人呢 那我说 可能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从02年的时候 救回的第一只流浪狗 也是一只瘫痪的金巴 然后我为了它奔波到上海 找遍了所有的 有名的医生 当时医生跟我说 没有具体好的方法 你只能靠你的爱心 和你的坚持 或者是物理治疗去 你帮助它 三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给它游泳 那时候还好是夏天 每天给它提着毛巾 练习站立 三个月之后 它会跑 会走 跟正常的狗没有什么说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 可能我找到了 我们自己人生 觉得有一个地方 看见它们求助的眼神 我就没有办法离开 只要是我路上碰到的 或者别人打我电话 求助的一些狗 我基本上 都会答应收入下来 所以就是说 你继续下去救出这些狗 是肯定的 你不会停下脚步 不会 这只要 有需要我帮助的狗 狗 我想我这一辈子 接下去 肯定还会这样 继续往前走 好 那我们就来问问看 我们现场的 几位特别的嘉宾 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它们可能也有自己的想法 咱们先从现实出发 支持不易 继续收养的 请举手 三位 很明显 我觉得 说实话 我看到这两条狗的状态 我觉得很佩服它们 甚至自己都特别地受到启发 因为当年 它们遭受那些苦难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它们会说话 它们一定会说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边 那句经典的对白 生存或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亦或挺身反抗 人世无涯的苦难 然而 它们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由于补女士这位生命女神 给予了她们力量 她们参加了狗狗冲冲冲这样的大赛 所以她们现在每一天都是生机勃勃 她们真正在命运面前主宰了自己 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人类需要学习的 有多少人经历了一点点挫折 就自暴自弃了呢 我认为呢 但她要受养 那是她的事情 个人的选择 我们只能看 希望她能很顺利地走下去 但是你有一点 这一点我认为不能忽视 就算我乌鸦嘴巴 我先预言一下 二位年轻人 现在还年轻 身体也不错 还有精力 有这个能力 但是也已经发现 您已经开始 也逐渐会窘迫起来的 补女士呢 你要打七份工 如果不是夸张 您打七份工 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这我不相信您能坚持多久 您现在还年轻 再过十年二十年 如果您爱狗之心不变 如果您继续受养流浪狗 继续数量越来越多 您能撑多久 您能撑 对 您能走多久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 这两位爱心人士 他们讲述了故事之后 我觉得他们并不孤单 因为在狗狗冲冲冲 节目当中 我们还认识很多的爱心人士 他们把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变成自己的担子 担在肩上 让更多人能够承担起 来分担一部分 让我们掌声有请 安娜和他的狗狗凤凤 你们可以不爱他们 但真的不要去伤害他们 他们真的很弱小 在狗狗冲冲冲的赛道上 凤凤是相当特殊的一条狗狗 虽然只有三条腿 但它却丝毫没有陷入颓废和自怜 反而以更充沛的精力 努力追随主人的脚步 勇敢跑完了全程 励志的表现 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让人们开始关注这只 勇敢坚强可爱的残疾小笔熊 一些热心人士 自发地开始声援流浪狗的救助和收养 如今可爱的凤凤 已经成为了某流浪狗救助机构的代言明星 用它乐观坚强的形象 呼吁人们尊重生命 善待宠物 刚才我们看到的短片 现在这个凤凤特别的红 是吗 现在是流浪狗机构的代言狗 真的 某一个流浪机构 它是以宣传领养为 领养代替购买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们给大家观众看看 你们看看凤凤有多可爱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的一狗 它是天生的吗 它这只腿到底怎么回事 我估计只有它的原祖人才知道 它也是被遗弃的 对 它是在五年前 它被遗弃在一家宠物店 就是主人只能 本来要知道了 给它洗过毛 扔在那了 对对对 就不信就失踪了 然后我两个朋友就去把它给救出来 然后说说 你养吧 反正你们家里狗少 我就好吧 我养吧 狗少意思说你不止这一条狗 我家里那时候有两只 它是第三只 现在呢 现在有十多只 现在十多只 跟你一起生活 对 那凤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形象代言人的 是这样子 其实我当时报名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想 十多只当中我选择了它 就是因为它是三条腿的 那我想我们是不求名次 一定要求名声 然后呢 名声 名声什么目的 就是让别人知道它 对 引起大家对流浪 流浪狗和被遗弃的狗这些关注 然后果然凤凤不负众望 然后它就闯关成功了 那天晚上我的整个手机就被爆了 然后就瞬间就好几百位粉丝嘛 然后大概是在一个多星期之后 同时几乎在同时有两个机构跟我联系 一个就是公益性的想让夫妇代言 另外一个是某一个品牌的狗粮 想让夫妇做代言 那我在这两者选择的中间就是说 当然选择狗粮我们会有很多的收益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初衷 包括傅 我觉得傅傅他也是这样想的 他要用他的名声去帮助更多的小伙伴 然后我就 这个是你替他赌转的吧 这个不然一会儿万老师要说 你怎么知道狗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初衷是好的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那家公益性的 我觉得不矛盾啊 你为什么流浪狗的这个机构可以做代言 狗粮也可以代言啊 这个东西它们又不是同类产品 狗粮我就不想做那么多代言 不想让它太商业 对的 那时候会有些人会说的 这个狗妈妈想的 安娜是为了赚钱才领养这些 不晓得人家怎么说 因为确实很多这个爱情人 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 从另外一方面过来 我现在发现人都是有私心的 看起来安娜是也很好 挺善良挺可爱 但是刚才呢 你看一个机构公益的是吧 公益的 好 还有一个是做狗粮 你给狗粮做代言呢 肯定这个狗粮要给你一笔相当可观的广告费 为什么不难呢 为什么要怕人家说三道四呢 我如果说我心里确实没有事情 他就是怕像你这样的人说三道四 谁说的 我他这么做我才要说三道四了 他如果大大方方去做一个狗粮的广告 哪怕拿不管广告费拿多少 拿再多 我只不是为我自己 我可以把狗粮的广告的收入 我投入到养狗的事业里 不也很好吗 干嘛想那么多呢 干嘛怕人家说你 拿狗狗来谋私利 我觉得真正没有私心的人 不需要害怕 在安娜心中他去做公益 收到的那个大家对于流浪狗的关注 其实比那笔广告费更重要 对不对 是的 那碰到爱心资金的捐助有没有呢 应该也有 没有 我通常都是这样子 我妹妹会资助我 然后我非常非常要好的几个小伙伴 我叫小伙伴 会资助我 我不对社会上搞任何募捐 对 他们在自己找 他们是赞助食物 狗粮这些 或者 有爱情的是 经过这次狗狗冲冲冲比赛之后 其实我的电话也是被打爆的 有全国各地的爱情人士 就是说也有部分提出来 有资金的资助 因为知道我 这是非常需要的 还是想继续扩大我的基地 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 就是说 曾经 大家也知道一些爱心救助组织 因为金钱的关系 就是说 不太好的结果 所以我呢 就是说 你可以 助养一条狗的狗粮 口粮 一个月的口粮 大概有多少 您可以选择一条 去助养它的口粮 我保证 就是说 您如果觉得 不放心 我把这个钱 是用在它的口粮上面的 您可以买 每个月 买了狗粮 寄过来 像认领 爱心树一样 像动物园的 嫩养一样 就是说 这样的献爱心方式 更多的人来 领养狗 不光领养我的 福音这边的 都要领养 不要去 只挑品种狗 其实我觉得 种化田园也挺好 我很赞同 安娜的观点 你有需求 要养狗或者买狗 那边正好需要有爱心 这个跟福利院一样的 你像我福利院 如果再有爱心 要分到158条 或者100多条 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来照顾它 但是如果你有 爱心的人士 一样一条狗 这个才是跟 福利院的合同一样 一个完整的 一个生长的过程 我还是想问一问 我想 有千千万万的人 跟我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有很多 孤儿院 对不对 有福利院 孤儿院 比方说 孤儿院 我们一发现 这么一个现象 不但中国人 能来领养孤儿 国外 有爱心的人士 也能来领养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 一个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领养的人 要挑 要健康的 要好看的 老外 往往是 你有性质 有心脏病的 脑损伤的 什么 他往选择一些残疾的 我领养你 我爱你 我给你治疗 这就是观念的不同 由此想到什么 您刚才不说了吗 很多狗来领养狗 一看那狗不健康 残疾 我不要 我们也会有 经常有老外来领养狗 他不挑品种了 反而是挑 他先跟你玩互动 他觉得哪一个 跟他互动的好 他就挑哪一个 所以反而大部分 那些中华田园犬 串串狗 被带走了 他认为可能是有缘分 对 活了 有缘分 我领你 我有一只狗 他是在观察狗的性格 对 狗的性格 能不能适应 他的家庭生活 不是说一定要挑 好的品种 健全的 万一要是那个狗 就是有残疾的 他们更需要你爱的时候 你愿意走出这一步 把他们带回家 然后 这个领养的话 难道没有一些 监管上的问题吗 它不会存在一些 我们想象当中 爱狗的人士 他都想象当中 我们自己 大家自己 有一个自律 有的人领养狗之后 反而是虐待他们 或者说去 会有这种情况 真的会有 我这边其实领养到很多 我这些年 有十多只狗被领养到 将近二十只狗 从你是被领养走 对的 他们生活得非常好 除了有一只 不太合格 就是这家人家 养了三年半以后 他就还给我了 没有任何理由 他就还给我了 因为他可能 他觉得他孩子 那十几只 你还每一只 都要去不断地去 寻访 对的 我开始会 一定要回访的 就是说 我有些要求 你要做到 如果你做不到 你还给我 你把狗还给我 我还是想问一问 热爱动物 没有错 但是这里边 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人类 还是有爱狗的人士 爱动物人 还是有私心在的 有特别是养狗 比方说 有残疾狗 我们看到 马路上有乞丐 有流浪人 残疾的流浪人 残疾的乞丐 我们有几个人 愿意去收养 有 但是很少很少 为什么 我们不去赞助 去帮助这些残疾人 他是我们的同类 有很多自己 可以一年 蒸几万个包子 送给环卫工人 有啊 有很多的话 专门给刘瀚汉 来送 有啊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这样的例子不多 我们更看到 关心残疾狗的例子多 关心流浪狗的例子多 那我觉得 你太在心 事实上都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我们马路上不是随处可见 留有残疾的乞丐吗 其实关于他们有相应的辅助制度 只是有些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更自由 我觉得那个话题是太大了 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善 外风老师 我觉得善良是没有排序的 并不是说爱人 一定就比爱狗高尚 你不要 无论是哪一个生命 他爱如植物 我觉得其实都是爱 我没有说你爱狗错 但是我认为 这就是人的一个私心的反应 对不对 动物你爱 你好 在某种意义上说 你还能赏心悦目啊 你还能心灵的满足 你还有审美啊 你弄一些陌生人 残疾的陌生人乞丐 你收养他 你愿意吗 有这种私心错吗 有这种私心错吗 当然错了 这私心就叫错了 那就你不要用爱狗的心 我伟大我善良我爱狗 那你爱狗 你为什么不去爱人呢 那只要是利益 有这种私心的错 什么叫流浪狗 没有家就叫流浪狗 我把流浪狗带回家 这就是爱心啊 这怎么私心 我没有否认爱心 这怎么私心 这种自私 就有私心 就是有私心的 这怎么错呢 当然没有错 但是有私心 你不要掩盖自己的私心 你怎么啦 不要掩盖自己的私心 我不掩盖啊 怎么了掩盖好啊 很好了 但是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是 是不是 人有各种这样的选择 那你们没有举到一个例子 我反过来质疑你们 我曾经做过节目 曾经有一个女的 她自己穷得一塌糊涂 本来她不爱狗的 偶尔一次从废墟上 看到一个小狗 被遗弃的 后来她就收养 以后没完没了 一发不可收 四十多条到一百多条 又没钱 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老父亲 孩子都没地方住 你说她做得好吗 还要勉强地维持 你说她做得对吗 我们说做一个事情 你要做正确的事情 没有错 对不对 我们不能做错误的事情 就算你选择 做一个正确的事情 但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 如果你方法错了 你正确的事情 你做过他们的方法 我觉得很好 我跟你说 你说的那个例子 是个错误的方法 而他们的方法 恰恰是正确的方法 他们自己的生活 过得都非常的平衡 都非常的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能救助爱 就能救助狗狗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 凯蒙蒙范例 而不是像你说的 家里都家破人亡了 还在那爱狗呢 那是扯淡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刚刚说了 他们两位呢 走到台前来 参加狗狗冲冲冲的目的 是让更多人 来关注这些流浪狗 关于我们用什么方式 更好的能够善待他们 然后来完善这个机制 其实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电视机器 那你也思考一下 用什么方式 方法可以帮助到 您身边的一些生命 不一定是狗狗 或者是别的生命 用您自己的方式 那其实我说 狗狗冲冲冲 这个节目 在往前走的一路当中 也受到了很多 知名人士的关注 很多明星 也看我们狗狗冲冲冲 同时呢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 对这些流浪狗 有了新的更多的认识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来了一个神秘的嘉宾 我们现在看的短片 狗狗冲冲冲 节目播出之后 除了引起观众们的热议 也受到很多明星们的观众 这其中 有九球天后潘晓婷 和影视巨星孙力 而孙力 一直以来都在进行 流浪狗的救助 最近 它还收养了一只流浪狗 起名为孙十六 同时 它还会有行动 呼吁大家选择养狗 就不要抛弃它 它们会给你最无私的爱 看完了明星啊 这里通过我们的狗狗冲冲冲 也领养到了一条特殊的狗狗 那么今天 请到现场这位神秘嘉宾 到底是谁呢 那我们掌声有请神秘嘉宾来到现场 首先我们有请这位神秘嘉宾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孙力的姨妈邓丽萍 这个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孙十六 是吗 对啊 为什么叫十六呢 那个是上个月 我和安娜在那个 捡到的那条狗 然后就被孙力领养了 取名叫孙十六 谐音嘛 就十六号 实际上是十六号 而是十六的水果的十六 但我知道孙力也是一个爱狗人士 他也代言了跟这狗狗有关的一个形象 对对对 领养狗狗是很早就开始了 很早就比较关注这个流浪动物 好多年前就写了一本书叫《带我回家》 今天就作为礼物会送给那个两位 就是吴义和那个安娜 而且孙力呢 是那个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爱心大使 对了 又是那个亚洲月熊救助组织的那个形象大使 还是那个弗莱恩的代言人 他很早就进行这方面救助的工作 也比较关注狗狗冲冲冲这档节目 所以他就委托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两位嘉宾 好 那麻烦阿姨 哦 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孙力的签名 孙力现在家里安心两快 看到狗狗冲冲的心情很好 对啊 对啊 他本身就是个准妈妈 然后领养了这条狗 就对那些就是准备怀孕的那些人来讲 是一个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 因为养狗和那个怀孕并不冲突 哦 是这样的吗 我们以后也有机会好好聊一聊 到底养狗和这个怀孕有没有冲突 首先我们先把这两本书代表这个孙力 来送给我们两位爱心人士 谢谢不易 谢谢安娜 谢谢 谢谢两位 希望我们 来自明星的祝福 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让更多的流浪狗狗们能找到一个温暖的家 非常感谢在现场的所有爱心人士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小狗狗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 凤凤的表现让我们了解到 不管狗狗身体状况的好坏 都不会改变它对主人的忠诚 而著名影星孙力 在怀孕期间仍然在收养流浪狗 这让很多人疑惑究竟怀孕的时候能不能养狗呢 下面我们将请到曾在狗狗冲冲节目中收获爱情的未认 如今已经怀孕的他还在继续养狗吗 养狗是一点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养狗的时候呢 往往还有一些纠结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怀孕了 他还能养狗吗 狗狗冲冲冲的节目当中 有一位选手就是怀孕的 那到底他的养狗算不算安全的行为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凯莉和他的先生少奇男两位 和他们的爱全 还记得狗狗赛场上的口罩妹凯莉吗 热爱宠物的她不顾天生的毛发过敏症 戴上了口罩 当起了宠物店老板娘 虽然我对毛发过敏 在电影的时候我会佩戴口罩 这样会让我很不方便 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我对这份爱好的坚持 虽然他的狗狗表现一般 不过凯莉却在赛场上收获了一段感情 你愿意收留我这颗流量的心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新婚生活 这对小夫妻会有什么新的故事呢 首先呢就是对一个过敏的人来说 养狗已经对狗过敏了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然后呢你又怀孕还养狗 这是少之又少 我就是怀孕的时候把我的狗送给我爸爸养了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回来 因为医生跟我讲有很多的禁忌 你当时没有这样的顾虑吗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的 但是因为毕竟做这一行业很多年了嘛 对这些知识多少会有一些了解 在个人卫生上做一些注意 然后像怀孕初期啊 我自己会要去做检查 然后包括狗狗也要去做检查 如果检查下来大家都健康的话就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那个邵先生 我觉得你爱爱他肯定也要爱他的这个爱好 当然知道他非常爱狗了 然后也知道他在有这个 跟狗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有没有劝阻过他放弃这样一个职业 或者说能够远离狗毛之类的 当然是会有去劝说 他是不是可以尽量地少接触 但是事实上是 他确实很爱 很爱他们 很爱这个行业 也很爱小动物 然后我们会去有一个 这样一个交涉的过程 再怎么妥协还是会去担心 所以才会去想 是不是可以有更专业的一些东西 像定心丸一样这样的东西 让我去解除这部分的疑惑 那我想如果一旦一个人怀孕之后 本身他的身体状况就变得会不一样了 因为有另外一个生命 在他的身体里的时候 妈妈的心情会更加敏感 会更加脆弱或者是之类的 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希望他 在怀孕期间能够和狗分离开 当邵先生知道老婆怀孕后 他还会支持老婆继续养狗吗 广告回来 怀孕之后本身他的身体状况 就变得会不一样了 因为有另外一个生命 在他的身体里的时候 妈妈的心情会更加敏感 会更加脆弱或者是之类的 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希望他 在怀孕期间能够和狗分离开 我只不过会去建议的就是 在就是零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生产 就是最后的零层的时候 最后的那些时候 就是37周左右的时候 对的 你们的日子就叫做如理薄冰啊 就万一如果踩到电线的话 我不知道啊 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 我听到的所有的医生都跟我讲说 如果你一旦准备怀孕了 还不说你怀上啊 准备怀孕了 你就要跟宠物隔离 我特别想知道先生 您的父母就是他的公共婆婆 对他怀孕还养狗这件事 是什么态度 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成就的观念在这个里面 但是主要还是 过日子是我们两个人过 这大全的还是我们怎么去想 并不是说老一辈的人 可以很主导我们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首先因为我们 就决于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 比较危险 这是我们认为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来认识另外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人不仅爱狗 而且呢 在怀孕的时候 也跟狗在一起 现在宝宝也很大了 宝宝也很喜欢狗 让我们有请这对特殊的夫妻 掌声有请 我叫陈倩 我们家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狗儿子 名叫Apple 一个是人物儿子 叫许子轩 好爽的陈倩有着热情的个性 和一颗爱狗的心 不过 他的两个儿子 有时候也会为了争夺妈妈的宠爱 闹些小摩擦 就在三年之前 陈倩怀孕的时候 也曾经遭遇过孩子和狗 二选一的困局 他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为了这个孕妇的安全 我们就先把大狗 先到我们厂边上去 他们两位 你们两位也是非常爱狗 还有我 好 你也爱狗 那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许小宝 我今天 我今天叫许小宝 我今天四岁了 你就今天叫许小宝 明天就不叫许小宝了 叫的 也叫的 你很爱狗狗对吗 对呀 我是很爱狗狗 可是明天我还是四岁 我要早早一天 睡到 睡到 五岁 睡到六岁才能来 刚才我们聊到一点 就是说 孕妇的时候 在怀孕的时候 不见养狗 你在怀孕的时候 跟Apple在一起吗 因为是我们家 狗狗先进的家门 然后狗狗三岁的时候 然后才怀的他 当时也挺忐忑的 怀孕的时候怎么样 他陪伴你整个怀孕的过程吗 是的 我跟他讲 如果要把狗送掉 我就不生孩子 是这样的 你跟谁说跟你老公说 我跟我老公讲 当时他们都不同意 有没有想过 曾经要把这个狗 先暂寄到别人家去 或者是给别人 有想过 家里面的人比较反对吧 然后说可能会怕担心 因为第一次怀孕 怕担心小孩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那个 我想着 不能送掉 因为毕竟已经两岁快三岁了 有感情的 当时呢 作为那个先生 您跟他之前有这样的讨论吗 就是关于要不要把狗留下来 当然有 当然有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 送给朋友家里养两天 也不是养两天 养一年 等孩子满月以后再拿回来 也就是说当时 也没有去咨询专家 当时没有 那就这样一直拖着 我每个星期都会跟他有争执 就关于这个事情 但是就这样的 在争执当中 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对对对 知道孩子出生 也有吵过 吵过以后呢 反正基本上 是我投降 那是什么样的理由 就让你失败了呢 他先去上网 找了一些资料嘛 就是关于什么科学养犬的 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说 让狗狗和人 都去做一个健康的检查 其实我们做了 已经是晚了 因为是晚了 应该是孕前开始做 对 后面他因为 是为了要说服我 所以说他去做 那就是在忐忑当中 也犹豫当中 破了这十个月 对 那么到底是不是 合适在怀疑过程中 养宠物呢 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这位 特殊的嘉宾 好 那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陆宝川 来自于 上海市地坝 人民院妇产科 那面对一个 有宠物的准妈妈 您会建议她是 把狗送掉呢 还是可以放在身边养 放在身边养的话 要做些什么样的预备 一般来说 作为我们专业的人士 不建议怀孕前 或者怀孕当中 不要养宠 听好啊 听好啊 一个是共性充感染的问题 感染了之后呢 很容易引起 流产 早产 性上的畸形 所以说 一般来说 不建议 如果说 你真的很想 养狗狗的话 先在怀孕之前 妈妈去做 八项检查 还有呢 孕妇 不要吃 生的 或者半生 不熟的食物 如果要是 不养狗的话 可以杜绝 各种各样的隐患的 但是如果要有的话 它的可能性 又始终存在 我们可以吃的 动物食品当中 如果说 没有熟的 里面也有可能 这种共性充的感染 或者水果当中 被粪便污染的话 也会感染到共性充 所以说 不能说绝对的隔绝的 好的 谢谢您给我们提供 专业的见解 谢谢陆医生 谢谢 刚才听完了 这个陆医生的解释之后 我想问一下 凯莉 你会因为听完了 医生这样的一个判别 和今天陈倩 在这边的一个解释之后 你就 改变吗 听完专家 及现场讨论的意见后 凯莉 执意养狗的心意 我想问一下凯莉 你会因为听完了 医生这样的一个判别 和今天陈倩 在这边的一个解释之后 你就 改变吗 狗儿子重要 还是亲儿子重要 大家都一样重要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宝贝 这也是我的孩子 你养他之前 就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你没有考虑过狗狗的心情吗 如果你的妈妈把你遗弃了 因为某种原因 你会要怎么样子想 但是这个 我看得出来 你是非常想继续养狗狗的 在怀孕的期间 不愿意跟他们分离 那么既然这个狗狗 和猫猫 它有可能带来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尽量少接触一点 等到我们小孩子生出来了以后 再去跟他一辈子那么长 我们何苦争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呢 还有一个问题 即便他是完全健康的 万一哪一天 他野兽吗 毕竟他把你咬了 这个伤口的处理 还会有新的问题 你怀孕的 你能挂盐水吗 你能打抗生素吗 他发炎了 化农了 你怎么办 强烈反对你之前说 狗狗是野兽 因为你看我们狗狗像野兽吗 这个我觉得也太 他是兽 但是所谓的野兽 但是我们叫他还是叫宠物 因为他是陪伴你 你要知道狗狗对你的爱付出 是没有任何任何保留的 你可以说你一个人 任何时候都可以背叛你 但是狗狗绝对不会 我现在走了 他绝对不会跟着你 我知道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 我有一个同学他怀孕了 然后之前一直养狗 不得已把狗送走了 但是有的人跟狗之间 那个亲密程度 狗送走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分离焦虑 所以他整个怀孕的期间 他很郁闷 那你说这个郁闷 对他的身体 对他胎儿影响大呢 还是他冒着那个风险 对他胎儿影响大呢 我们也很难判断 那我想老公你应该 按照你以往的做法 是站在你太太身边 支持他吗 也会赞同跟他一起冒一个 即便是这个险一点点 这个 也会赞同跟他一起冒一个 即便是这个险一点点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冒险 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们是共同去决定 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并不是说 谁单独地去承担 这样一个后果 每一个成年人 都应该对你的行为 要付出你的后果的责任 那是应该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的 因为我们独生子女 所以对那个孩子 看得特别重 所以就把所有的危险系数 都提高了很多倍 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讨论 可能你在国外 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在讨论 那我刚刚都说了 既然摊在面前了 我们也看到了成功的案例 和正在进行当中的 他们都是爱狗人士 如果你觉得心理上承受不了 没有关系 用一个最好的方式 善待你的狗狗 对得起你的良心 也要善待他 陪伴你这段日子 再次感谢我们两对夫妻 祝宝宝健康 谢谢你们 谢谢 今天的狗狗冲冲冲 特别节目 让我们了解了 选手生活中的故事 全身心投入到 流浪犬救助中的补义 和安娜 培养出英雄狗狗的 周文玥老先生 真正把狗狗 当成自己孩子的 未认和臣妾 他们即使面对 纠结和困难 也依然不放弃 对狗狗的爱和呵护 也让我们更加善待这些 用一生来陪伴 人类的小生命 也期待更多的狗狗 在狗狗冲冲冲 第二季有精彩的表现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添加节目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狗狗资讯 观看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请登陆独家视频合作 风行网